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华尔街股市节目 今天我们将深入探讨香港股市的最新动态 随着英伟达即将公布的财报 市场波动不断 投资者的神经也因此紧绷 京东和安踏的回购计划 在这不稳定的环境中为股市带来了一丝曙光 甚至让恒生指数的损失得以缓解 不过 投资者依然心存疑虑 尤其是在英伟达的财报被视为全球 AI市场能否持续反弹的关键指标之际 而在中国 腾讯支持的AI芯片初创公司 Nflame也在积极筹备首次公开募股 IPO试图在风险资本枯竭的背景下 寻找新的资金来源 这家公司希望能成为中国市场的NVIDIA 面对激烈的竞争 究竟能否成功脱颖而出 令人拭目以待 最后 我们还将关注即将发布的NVIDIA财报 市场预期其业绩将大幅增长 但同时也在警惕AI需求减弱的潜在风险 这一切都昭示着投资者的焦点 将全力集中在NVIDIA身上 这家市值超过3万亿美元的科技巨头 会如何影响整个市场的走向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大家好 欢迎收看华尔街股市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今天我们将深入探讨 香港股市在英伟达财报发布前的波动 以及京东和安踏通过股票回购计划 限制损失的策略 另外 我们也会分析腾讯支持的 AI芯片初创公司Nflame的 IPO计划以及NVIDIA即将发布的财报预期 首先让我们来看一看香港股市的最新动态 根据南华早报的报道 香港股市在区域市场疲软的背景下出现了波动 这主要是因为投资者在英伟达即将发布财报之前 减少了风险投资 英伟达的财报被视为全球人工智能驱动市场反弹的重大考验 恒生指数在当地交易时间上午9点47分下跌了0.1%至17849.29点 科技指数下跌了1.2% 而上证综合指数也下跌了0.3% 百度下跌了2.4% 网易下跌了2.3% 而阿里巴巴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则下跌了0.8%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农夫山泉在上半年收益增长自2020年上市以来最慢后下跌了6.6% 全球最大的人工智能和计算公司英伟达将在纽约发布其财报 投资者将寻找迹象判断该股票今年160%的涨幅是否合理 这一风险情绪的背景下 京东和安踏体育用品的股票回购计划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市场的损失 京东宣布了一项到2027年8月的50亿美元股票回购计划 使其股票上涨了1.9% 运动服制造商安踏则宣布了一项 在18个月内回购最多100亿港元股票的计划 推动其股票跃升了8.9% 不仅如此 中国大陆市场也有一些亮点 中国资本基金在上海上涨了4% 而航空技术公司安徽加利奇在深圳飙升了254% 在其他地方 区域市场如日本的日经225指数 澳大利亚的S&P ASX200指数 以及韩国的COSB指数 也分别下跌了0.3% 0.6%和0.5% 接下来 我们转向中国AI芯片初创公司 NFLAME的IPO计划 这同样来自南华早报的报道 腾讯控股支持的NFLAME 已经与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CICC 开始了辅导过程 为计划中的首次公开募股IPO做准备 NFLAME是由两名前 AMD员工于2018年创立的 该公司希望利用NVIDIA在中国市场的缺席 成为中国GPU开发的领军企业之一 根据风投交易追踪机构PitchBook的数据 这家总部位于上海的独角兽公司 在去年9月的估值达到了16.5亿美元 NFLAME目前已从八轮融资中 筹集了超过7.42亿美元 值得注意的是 腾讯是其最大股东 拥有21%的股份 而中国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 持有5%的股份 尽管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和经济逆风 使得风投在中国逐渐枯竭 但NFLAME和其他中国芯片公司 正努力提供可以替代外国产品的解决方案 值得一提的是 NFLAME的首席生态系统观力星宇 在上海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指出 中国的计算集群正在从外国产品转向中外结合 然而由于需求不足 中国的大部分计算能力仍然闲置 NFLAME依赖外部制造商生产其设计 目前尚未被列入美国贸易黑名单 这意味着它可以使用台积电等全球领先的代工厂服务 最后让我们把目光转向NVIDIA即将发布的财报 据美联社报道 NVIDIA在人工智能热潮中脱颖而出 成为市值超过3万亿美元的股市巨头 NVIDIA的主导地位 巩固了其作为AI行业代表的地位 尤其是其最新的财报即将发布之际 根据Factset数据 华尔街预计 该公司将报告第二季度调整后 每股收益为65美分 营收为287.4亿美元 这比去年同期翻了一倍多 在过去的三季度中 NVIDIA的营收按年季增了三倍多 其中绝大多数增长来自数据中心业务 生成是AI产品的需求激增 推动了NVIDIA专用芯片的销售 NVIDIA的创始人间 CEO黄仁勋对推动该行业的芯片技术的成功压注 是这家公司的关键竞争优势之一 NVIDIA将在市场收盘后 发布其季度财报 从多角度来看 这些信息揭示了几个关键趋势 首先香港股市的波动 反映了投资者对全球科技巨头财报 发布前的谨慎态度 尤其是在市场不确定性加剧的情况下 京东和安踏的回购计划 显示出公司通过资本运作 来维护股东价值的策略 这在当前市场环境中尤为重要 其次 NFLAME的IPO计划 凸显了中国在半导体领域 自己自足的战略目标 尽管面临地缘政治和经济的不确定性 中国科技公司仍在努力寻找替代方案 以减少对外国产品的依赖 最后 NVIDIA的财报将会是市场的焦点 特别是在AI技术推动下 公司能否继续保持 其高速增长 将成为投资者关注的重点 NVIDIA的成功 不仅在于其技术创新 还在于其战略眼光和市场把控能力 这使得它在竞争激烈的AI市场中 占据了领先地位 好了 这就是今天的华尔街股市特别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将继续关注全球市场动态 为您带来最新的分析和报道 下次节目再见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 楚天书 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香港股市在英伟达财报前波动 这就是市场反映出对巨大波动的恐惧 英伟达的财报是全球AI市场的风向标 大家都在看这些市场 看它的表现来决定接下来的投资策略 京东和安踏的股票回购计划 起到了稳定市场的作用 这说明即使在波动中 企业的自信心和市场的信心还是在的 你看京东的涨幅 安踏的股价飞跃 简直像是刘备和诸葛亮 在龙中对谈后的双剑和币呀 楚天书 你说的好像京东和安踏 是股市里的哥斯拉和金刚 能拯救一切似的 别忘了 英伟达的财报还没出 大家都在猜测 猜测嘛 和买彩票差不多 谁知道呢 京东和安踏的回购 只是止痛药 治不了市场的病 再说了 股市波动本来就是常态 就像唐僧 西天取经 9981难 不过是波浪中的泡沫 投资者一看到泡沫 当然就紧张地向孙悟空 看见红孩儿了 哈哈 谢奇奇 你这比喻真是让人捧腹大笑 股市波动是常态 但我们不能忽略企业的主动措施 京东和安踏的回购计划 可不是普通的止痛药 更像是华佗的妙手回春 早在中国古代 曹操为了头疼病 还亲自去请华佗呢 京东和安踏的回购 就像华佗开出的良方 精准对症 效果显著 市场信心的恢复不是一蹴而就 但一定是有步骤有计划的 就像诸葛亮的龙中队 未雨绸缪 楚天书 你这可真会抬举京东和安踏 说到华佗治病 那可是把曹操的脑袋都快开了 股市也一样 回购计划 虽然能让企业自己买自己的股票 看起来是利好消息 但这更像是自己给自己打气 很难说能真正解决根本问题 你看农夫山泉的跌幅 这说明市场对企业的信任度 是多么脆弱 就像江太公钓鱼 愿者上钩 但你不能保证于一直愿上钩啊 哎呀 谢琪琪 你说的也有道理 不过你把问题看得太悲观了 农夫山泉跌幅大 那是因为它的增长放缓 但这不代表整个市场都在走下坡路 我们要看到回购计划带来的积极影响 就像看到隋朝阳间统一天下 尽管过程曲折 但结果是好的 京东和安踏的回购是战略调整 稳住市场信心 何况他们的背后还有强大的资金支持 你看 安徽加利奇的股价飙升了254% 这才是真正的喜从天降啊 楚天说 你可真是个乐观主义者 提到阳间统一天下 你忘了隋朝也不过两代就完了 历史是个好老师 安徽加利奇的股价飙升 那是特例 不是常态 大家都知道 市场是瞬息万变的 今天高歌猛进 明天可能就满盘皆输 就像曹操主九论英雄 风云变幻 谁也不能预料 与其既希望与企业回购 不如投资者们擦亮眼睛 理性分析 毕竟 就算是花木兰踢负从军 也是需要真本事的 不是靠运气的 思想先驱爆 成为有洞察力的人 华尔街电视特别节目 纽约时间 每天早上八点 李奇博士主持 和平评点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du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